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强国 除了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一流的军队之外 美军的武器装备数量也是世界最多的 美军的武器装备更坚衡 那些被淘汰的武器装备一部分卖给军事实力弱小的国家 一部分送给武装分子 区余的就会封存在仓库里 1996年在德国格尔斯海姆附近的美军仓库 存放了大量的M60坦克和其他军事武器装备 他们由于达不到规定的战术技术指标或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服役 随着冷战的结束 美军增大了武器装备的淘汰量 这让仓库里面存放的数量急剧增加 数量是十分吓人的 由于退役报废装备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为此美军极为重视退役报废装备的处置 建立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 不过这些武器装备在存放之前都要将有危险的部件分离出来 以保证安全 在处置过程中区别对待 库房 同时还耗费着大量管理资源 美军在保管一段时间后 部分武器装备会成为军队的目标吧 还有一些就会利用再生技术重新回炉锻造了 从中可以看出 美军的武器装备体制是变化的 它的变化始终围绕着作战需要 结合部队需求与实际需要主动地采取相应措施 在整个过程中注重高新技术的应用 为此我们应顺应时代的潮流迎接新军事革命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